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四场国战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四场国战的话 由100雷克 一蒙锦银卫 FJK和薄荷良性提供的素材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主要的话是一些 这个主事叫吃菜的一些 目前攒的四局 那么就给大家看一看吧 那么视频开始前的话 还是8月份 基本奖励的话 还有一区的绝版 二区的商人客 和4399的P19 如果联系一下 另一区奖励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先看 先看这一局 先看第一局 这个 那么第一局 主事小这边是 当时应该是离线了 直接形成了一个掐断局 掐断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场面上的目前而言的话 是两拳一武 貂蝉碧月 失礼了 失礼了 出来 失一下 没事 失一下 礼貌 好 那么主事小这边 这个勒布司徒肯定是过不了 因为有教主在后拍 后拍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比较吃亏 手里呢 虽然握有年弩 但是无可难合 开局这边的话 直接啊 被迫 勒布司徒气掉 后面下架的话 暂时先离线 那边教主啊 天命 天命啊 天也要灭了你 但是这边啊 有老头 一旦没劈死之后啊 整体对面群雄啊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边锁锁连环 打一下 早睡早起 放能养生啊 那边看我的厉害 是宁啊 人出 那边的话 这无蟹打的 按错 好吧 关键的话 还是一张国无蟹 还是红无蟹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 群雄的防御肯定 对吧 少了一个桃 少了一个无蟹 甭管怎样 少一桃或者少无蟹 那么目前的话 雕塵啊 木马走出去 先给了教主 这里稳妥一点的话 应该来说先给画图啊 先给画图 好 那么到了主角的 这个阶段 我们来一波 小洛神啊 小洛神 哎 刚才 刚才这个 这个鞋垫子 刚才好像是没有用啊 没有用 就是没有扔出去 没有扔出去改判 可能怕教主改判 因为大群拿到鞋垫子之后 还是比较 不过也没有用 我们有预计 好吧 那我们鞋垫子 继续行动一波 那边的话 直接带下去 直接带下去 画图 一刀啊 一刀 最后的话 直接主视角啊 球 断肠 带走一拳 剩下了这边 还有两拳啊 还有两拳 主视角 直接比 重铸一下 酒给出去 酒上一刀下加 那么看来 那么看来应该来说 前期这边七号位的身份啊 已经是暴露过啊 暴露过 所以的话 这里才敢于吃菜 否则的话 七号位身份 如果前期啊 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万万是不可能这么早的去吃花图的 吃菜菜的 好 一看一看 那么直接扔一下啊 扔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受到人头 决斗 谁能当我 再骚 这一波小年展啊 依靠了我们的邪天子一波四骚 吃菜又如何 但是菜文鸡这边啊 他这个断肠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可能应该来说 肯定是断真鸡啊 司马到了后期有什么好怕的 慢慢打呗 对吧 慢慢打呗 这个菜文鸡断肠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第一局啊 我们就是稍微看一看 小看一下一个 EV带四群啊 EV带四群 那么看我的厉害 目前的话到了跟香香啊 这一个单挑的阶段 不过香香这个百将也有问题啊 他是香香应该放主啊 扎全放负啊 放负 好主持角的话 现在已经是一个买血状态 有灌石单挑神器 所以的话对面啊 这个时候直接托管器聊了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这里老头应该来说等级略低啊 坑了 甭管怎说肯定是坑了 那个无蟹也好 本来无蟹他不打 这边全球的话 直接出来摸一张牌就行了 对吧 然后的话 你无蟹留在手里 还可以当一个陶子使 陶子使 这局啊 我们直接带一个 杀了四群了 杀了四群 关键他断肠之后 还断到我们副将司马 这个就 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好像还是抗拳啊 那么这次主视角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选一个愚笨组合啊 愚笨 那么三血有觉醒 摆将肯定没有问题 身处五号位 起手到换来换去 最后 其实我觉得 加一那拨牌还可以吧 那么最后是主视角 最后换了一张 好 那么开局的话 一个南蛮入侵打出来 南蛮吧 南蛮打出来 应该来说不太相对 而且是一个四血武将 二号位勒布斯鲁空一下 一号位贴出去 这个身份 这是黑勒还是红勒 黑勒 黑勒 那么小猪的话 看了二号位 然后直进路拆他一下 卫群吧 武将应该不太可能啊 武将应该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去打他 对吧 那么那边啊 甲鱼 太尉啊 硬上寒冰 扒我们衣服啊 那么主视角的话 直进啊 起不过 出来了 求一波过牌 你这么浪 我也出来 而且说作为第一个五 嘲讽其实不算特别高 不算特别高 现在要闪电七掉 这边应该是更加偏全一点 七号位最后 还有个独条啊 那么八号那边 加一 都有 都有独条啊 就七完牌之后 有个独条 一号位看看 有没有 效果 二号位决斗啊 撸小猪 雕虫 小鸡 再看看 后面 没有大动作了 小猪的话 就跟二号位 互相刚起来啊 互相刚起来 甲鱼的话 顺手战牙 拿一下我们八卦 火攻打一下 撤离啊 就盯着这个八卦 撸来撸去 最后啊 反正啊 就是回不到我们手上 那么这一波的话 是直接气杀 没有必要去看帮剧 而且的话 群雄有的时候 要防一下教主之类的 对吧 他甲鱼出这么快 藏个教主也不稀奇 六号位 撸了一下 八号位 意思了一下 但是没有实质性输出 而且的话 红桃是直接气了 没有火攻打下去 七号位不动 八号位的话 藤甲刚才已经挂起来了 那么一号位 诗 礼了 毕月啊 毕月 那么难道这边 一个曹人一个曹红 还说看错了 二号位继续在那边打 小诸葛 这两人就是互相刚 万箭齐发 那么主之脚掉起 有个陶子 还是能回一回的 教主 此火可助我君 大过全身 好像并没有 好像并没有 那边的话 被割出来了 因为这边啊 刚才他看着之后 直接去打他 可能应该确实啊 呃 拼全球 那么双头 江东小爸爸 孙伯福 那么这边的话 可能会不会是恐龙啊 出现 两一身四线 那边的话 刚一下小诸葛 我们这边 嘿嘿 一笨组合 拿着币啊 决一死战 再来河北上将 文胜事业 张飞的话 这一步啊 死得比较惨了 比较惨 直接被玩杀代将 那么我们有鱼啊 叫鸡羊往这一摆 神枪啊 你来 有本事就干 对吧 那么他没本事 那我们主持人要注意啊 直接合拒于天下 九杀一刀 带走 但是那边啊 他救起来 救起来 我再三天拍一下 不死 还有一个男蛮 补一下 还有个男蛮补一下 结果呢 甲鱼还是不给 最后的话 我们选择反戒 对吧 就是要弄死你啊 弄死你啊 那这个刚才还是 好吧 可能还是看错了 摩排阶段有毒条啊 这边 摩排四血 不可能是 全熊了啊 对吧 四血 无将的话 也不可能 鼠位都有可能啊 佛党杀佛 女傅啊 决斗被无信 谁能挡我 烧起来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那么调戏啊 让我们队那边出 那就直接一杀 扔出去呗 对吧 你这个稍微有点浪啊 大哥 但二号位这个时候啊 只是不出 作为群雄 他杀也不杀 对吧 这个或多或少 也肯定不是了 肯定不是 但这个小诸葛 只能说开始啊 空位将空的有点狠啊 这结果自己啊 给自己来了一发 对吧 那么六号位 看一看 万箭齐发打出去 最后的话是徐楚 万箭 带一下 万箭带一下 那我们这里九伤的话 可以撸啊 可以撸 选择撸甲鱼 这没有惯事 说错了 惯事在那边 那么最后反箭 空一写 空一写 那么这一局啊 应该来说 主持人呢 现在有一个单将啊 单将应该来说还能打 还能打 那最后的话 农民带走啊 最后还是消毒啊 看来第一轮 就是肖果的毒条在这边呢 啊 肖果毒条在这边 啊 当时害得我还以为看错七号位那最后的毒条啊 还以为是恐龙之类的 看成那气牌阶段 啊 气牌看成结束阶段 好吧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甲鱼火攻打我们一下 国柴桥 来一下 但是这边啊 只要你动不死我 那我就有机会带你飞啊 对吧 带一下调查 猜猜看呢 收人头 杀一刀 父亲 打人 再来 好 再来 那么最后的话 大师直接躺一步啊 直接躺一步 这一局其实主持人啊 应该来说比较 开局啊 这个量将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不算特别亏 因为已经出了一鼠一群 那边还有个二号位拼卫群 所以说你这里出来啊 没有嘲讽的啊 没有嘲讽的 那么到了后期 虽然蔡文貴断场我们啊 但是这个断了一个副将 其实一般而已啊 独独还是比孙笨更牛逼啊 比孙笨更牛逼 对吧 那独独自带英姿啊 自带英姿 孙笨呢 其实魂姿 那个英魂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有的时候肯定有一些 但是作用没有那么大 对吧 还不如我们这个 呃 断周瑜的这个反剑啊 英姿啊 来得爽快 所以这一局啊 吃菜啊 勇满吃菜 下一局 我们来看一下 知道吧 好 这一局的话 真机 夏侯顿吗 还是 双夏侯 最后是真机夏侯顿呢 噔噔噔噔噔噔噔 来吧 来 大爷 吃菜哦 来 南蛮乎青 你来呀 你治四方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肯定是直接出杀就行了 直接出杀就行了 那边 开了一个南蛮之后啊 挂起大奴就跑 但是你这奴子挂了也不怕啊 农民还贴他啊 农民还贴他 这个 真打得有点啊 没有心机 三号位 护心静 对吧 护兄毛挂起啊 护兄毛挂起 那么那边的话 吊虎离山 吊了我们俩 当然啊 吊完之后 反正不是甲鱼回合啊 稍微安全一点 不至于那么危险 而且开局没多久 那么旅步之后的话 并没有打出输出 火烧林不敢盲剧 他刚才看过 不是盲剧啊 看过 而且的话 这样看过之后的话 大群抱团了 大群抱团 但是 大嘴这个时候啊 你开箭 基本 不太好挡 不太好挡 飘轰 入神 对吧 我们这边啊 还有个曹 控场啊 所以的话 这一波旋循 我估计 没有太大机会 反剑反剑 那么这边 要吊血 钢 钢 护钢 护钢 哦 这边还有狗啊 那么一波大卫抱团 给我翻过来 就再看 那么主持久的话 来 顺手下家 锦衣挂起 来国拆桥 拆一下 女步步 拆了距离啊 最后还留一桃啊 保一下队友 保一下队友 好 点尾 乐布斯手控制去 好的 杀一刀这边啊 还不够 那么这一步啊 未将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 刚才这里是形成了一波小年龙 但是后面的话 有血线压力都比较低 还是稍微有点危险 那么曹皮的话 因为周泰这个时候 也一时半会打不死 这个年龙胜业给的问题不大 早入蜀都 好 那边把护胸盟拿走 最后的话是挂旗啊 白银回血 那么这边的话 权位对质 哦 神将啊 那么这边的话 直接曹皮被撸掉了 被撸掉了 那边说发工资了 弟兄们 你们的鸡 快回来吧 我等合并一处 好 那边的话 哭喊吧 A球吧 然后 阿西吧 但是这一波啊 他这个乱舞肯定是一波狗带了 而且是体力流出了 农民的护胸毛啊 挡不住封杀啊 挡不住封杀 九杀一刀 有闪 有闪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局面 就是要吃桃 最后的话 连横给一下 九无蟹在手 防御还是够的 大离子这一波输出啊 必然啊 就带一波小节奏了 一代牢刷 一代牢刷 而且啊 这边的话 他有可能啊 错误都断杀 什么鬼大哥 卡了 好吧 好吧 这个不管了 本来在想啊 那边禁令 禁令 在此 没有办法了 拼点拼赢了 那么狗货 最后只能狗带了 狗带了 那么打到这个阶段呢 有大离子 这一波输出 没能打出来啊 所以最后我们这边 呃 有点小难度 因为他们群群 拿一个三连洞 还是比较恶心的 对吧 拿一个三连洞 还是比较恶心 那么蔡文吉的话 去杀 还不够 竟敢怒火 最后火双宁 再动 不好意思 有酒 手里有桃 手里有桃 那木马的话 再走出去 那里自己就 纯粹不想活了 然而主视角这拼 没杀 还互相断杀 断杀 大离子一刀 没了吧 没了就走了 那么最后这一个 2v2的阶段呢 大离子啊 他越越收菜 他不可能去吃菜 对吧 那么吃菜的重任 只能说交给我们了 或者说 打走张任 最后三 三人制衡局 对吧 你们带了我们一刀 刚烈 强行啊 刚一波 吃菜 强行刚一波吃菜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主持人叫吃菜之后 这个断真机就没问题了 不像上 上一把 对吧 那么断了真机 就成一个单下猴盾 现在的话 张任在那边啊 张任 由于周泰呢 他放的主将 防了张任 所以的话 应该来说也不太虚 反而我们这边 刚烈的话啊 呃 张任有点虚 大离子啊 大离子这边 应该来说 两个人 他都不怎么去 不怎么去 他这个时候 做的最好的就是 赶紧啊 路人啊 赶紧路人 咆哮不断 再上一刀 刚起来 那么最后 其实我们啊 主要是大离子周泰啊 对吧 太子组合的话 他们俩应该来说是 一个比较好的组合啊 在这个三人局里面 应该是最 防御最强 而剩下的我们这边啊 都不太有戏 然后他的话 大离子再次使用断杀神剂 来啊 这个时候就直接杀了 但这一杀 应该来说 用红杀 反正甭管用哪个杀 可能都不太好 说错了 说错了 没有区别了 我们生计已经断肠了 红杀的话 倒是可以留着 万一到时候 他有人亡什么的 对吧 最后关键一杀 如果这一杀杀不死 大离子直接一刀 我们可能就跪了 可能就跪了 这一局运气也比较好 吃菜之后啊 运气比较好 周泰没能扛住多少 好 最后一局啊 最后一局 看一下啊 这是一局 藏口二爷就能赢 对吧 那么看一看啊 这局怎样作战 那么八号为首国 开局啊 这边 哎 恰恰就色诱我们 来呀 大爷 吃菜哟 对吧 喝点小酒 唱唱曲儿 然后吃个小菜 小菜 一碟 那么那边的话 万剑即发 下次重一点 踩招石 三面放逐碰文鸡 那边的话啊 文鸡要起舞啊 那么小乔的话 替我挡 那边龙女又跳出 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开局啊 我们直接闪一个就行了 直接闪一个 那边顺手 跳飞位 顺手跳飞位 那么场上呢 毕竟位将做大 然后的话 一无一拳都被翻 过去了啊 翻过去了 来 陶渊结义啊 整体大位的话 把血奶回来 冰娘 杀一刀 各自带醋啊 各自带醋 那么主持有四血的话 还是很方便训报 那边大师出来 来来来 见面 楼一半 杀一刀农民 收到大师啊 如果在师辈里面 要当心玉玺 对吧 玉玺是一摸五张牌 一摸五张牌 那个时候要考虑好手牌啊 留一张牌是不行的 到时候要耗施 好 那边波车桥 给队友回了血 哪里走 再楼一下大师 南半如今再打 带节奏啊 那么主持有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出 没有问题啊 反而两屋一拳 两位啊 这个你一个小小鼠啊 肯定潮口没有那么高 莫再提起 大师的话 享受了一波 旺系的恩泽 恩泽 泽批于名啊 江河湖海 泽批于名 好 七号也不动 我们主持有 这边的话是 四排吞起 下架啊 呃 菜菜 老将军一刀烈弓 走 直接离点 走好不送 那么这样的话 哦 之后还有张军啊 烈弓 这样的话 输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强 有桃 不死 再来 手下败将 发百中 再来 还有桃 这个就有点尴尬 绝斗被无限 那我们这边无限再来一下呗 希望红组能拿到人头啊 但是这样拿到人头之后呢 这鼠将肯定是啊 继续转化为嘲讽了 就不用多说 司马杀一刀被闪掉 小乔的话被冰凉 如果估计 哦 客气了 这个应该是不会行动了 无风弹开了一个 我们直接雕虫小鸡鸡啊 把它倒掉 最后这边啊 一个托管啊 让队友拿到了桃子 那我们这边 乐不思蜀啊 天下上家 参文记儿这个时候 感觉有点像战略性托管了 对吧 这个镇仓自动托管 来吧 你们有个人来打我 有个人来打我 小乔九杀一刀黄中 呃 如护怼啊 护怼 那么我们被翻面了 肯定没有行动力 蔡文记的话 还是回来啊 那边的话有了貂蝉 羡慕吧 哎 庞德还是继续起牌 看到队友的应该来说 可以跳出来出了 百发百中 百发百中 黄中张飞 继续撸一下 索索连环 哎呦 这谁也不绕过谁啊 无险啊 最后替我们打掉 那么这一刀下来的话 各自掉一血 张飞黄中这个处境呢 目前数目的处境而言 不太能活下去 啊 不太能活 那第二条的话 直接调戏一个 哎呦 我们还有气光光啊 这个就尴尬了 啊 这个就尴尬了 你看啊 蔡文记他果然 他就是战略性托管 对吧 他反正想着 餐 有本事你来杀 对吧 杀到吃菜算你本事 算你本事 所以的话 他刚才才敢脱啊 才敢脱 那么最后的话 应该来说3v2 3v2这边的话 像貂蝉啊 对于场上的男性武将 都有点尴尬 所以的话 可能貂蝉仙代 啊 貂蝉仙代 来杀一刀 闪掉啊 闪掉那边的话 冰娘控制蔡文记 最后 女萌会不会还继续克机 啊 杀一刀 哦 贝哥行动了 全熊小包团 但是感觉 冰娘还好不是乐啊 你要替切身做主啊 那么现在整体 我们这边啊 还是有点 小尴尬 毕竟啊 貂蝉仙的输出量比较大啊 调戏一下 绝对是屎 啊 屎 好的 这个空路啊 这个空路 我们主持人 南蛮如今打出去 下下球逃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红杀 哎 弹了 逼迫 这里其实有点 半被迫吃菜 对吧 替我挡着 那么最后断 我们小助手 应该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二爷 毕竟是四血武将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四血 虽然是白板 但是在这个 生存环境里面 后面可能就要去 录那些强将啊 强将 那么刁蝉仙来 藏一个暗将 会不会是老头 坏头啊 这个是要当心的 那边的话 各拿一排 吃个桃 谢幕吧 主持人 看一看 不动 不动 也进入了看戏的阶段 蓄意把过拆和决斗 啊 决斗 那么小桥 借刀上人 无险客机啊 然后火光再打一下 不怕 没参烧 顺着战扬 路易家小桥 万金其放弹一发 我们这边的话 八卦判重了 这就是谈谈谈 谈走鱼尾文啊 来吃桃 过个拆桥 拆一下司马 现在就是啊 各怀鬼胎啊 对吧 注意点 但是这个八卦丢的 还算比较可惜吧 因为八卦一丢 他又回血 然后到时候他回合外的话 哦 太厚啊 nice 但是司马在这变了 还是比较淡腾 好 这一波被翻面 那么下一把的话 司马还是 撸一下太后那边 呃 冰箱村呢 空下下下女萌 无中是有 他手里还续着无中啊 是续着无中 还是刚才开过无 还是我的 万金其放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啊 主持练直接九杀小小 谈吧 这里选择谈曹丕啊 谈曹丕 那么就是这一台 直接送主角进入了 单挑啊 单挑 蒙桥顺手转扬 那么我们这边啊 早就吃过菜了 所以的话 最后这边呢 应该来说问题 倒不是特别大 倒不是特别大 反正特别是在 你有桃子的情况下 更加可以似乎近乱的 去录一下对面 然后进攻 那么这里有了 连弩神器之后的话 这个应该来说 气势上面就不一样了 气势就不一样了 受死 接着 来 再来 来不了了吧 对吧 这里他打起来很难啊 有了年度之后 就是急剧下爆 好吧 今天这个 都结束了吧 都结束了吧 二爷 然后这是一局 孙奔 刚才这一局是 一个 卫将 对吧 就这样啊 就这样 好吧 今天这个国战啊 就简短的到这里啊 就给大家看一些啊 稍微啊 一高人两大啊 随便吃吃菜 就能赢啊 好 最后就谢谢大家